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外婆是亲母事件的最新后续 因为事件本身有点复杂 所以不清楚内容的观众们 可以先去看一下之前的影片 昨天在航母大丘法院召开了 三岁女孩的亲母 也就是原本以为是外婆的 石某的一审宣告共判 当天法院以偷换婴儿 以逆尸体等嫌疑 判了石某八年的有期徒刑 根据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的分析结果 石某的女儿金某 以及金某丈夫的DNA 与死亡的三岁女孩的DNA不符合 之后在不同的调查机关 进行的四次DNA分析结果 也都指出 被告人石某才是三岁女孩的亲母 然后石某在检方判断的 怀孕期间辞掉工作的部分 在女儿金某怀孕前 就上网搜索了生育怀孕影片 下载相关APP的部分 以及使用网络商店 购买卫生巾的石某 在检方判断的怀孕期间 突然停止购买的部分 也都间接证明了 石某就是三岁女孩的亲母 法院接着表示 在亲生女儿收完孩子后 石某偷偷进入妇产课医院 将孩子调换 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 非常复杂吧 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在2018年2月份左右 石某生下了与别的男人之间的孩子 也就是女儿金某的妹妹 为了掩盖这个事实 2018年3月到4月左右 石某偷偷进入妇产课医院 将自己生下的亲女儿 与女儿金某生下的孩子 也就是孙女给调换过来了 之后石某的亲女儿 就以金某的女儿长大 而金某生下的女儿 目前还是下落不明 然后在2020年8月初 三岁女孩被一个人放置在家中身亡 直到2021年2月10号 才被发现到尸体 当时透过DNA调查确认到 三岁女儿的亲母不是金某 而是外婆石某 金某以放置儿童的嫌疑 在一审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 而石某虽然现在也在主张 自己没有生过孩子 但是法院根据种种证据 以调换婴儿隐医尸体等嫌疑 判了石某8年的有期徒刑 根据媒体报道 在法官宣判的时候 石某有大声哭泣 石某的丈夫则在法庭大喊 随便抓人 这就是大喊民国的判决吗 后遭到退场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8年一个孩子走了 另一个孩子生死不明才8年 一点都不反省 8年太短了 石某的丈夫都知道不是自己的孩子了 还想相信老婆吗 这要找到孩子的爹就好了不是吗 为什么找不到呢 所以被换掉的孩子到底在哪里呢 女儿生下的孩子应该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为了掩盖这个事实 所以石某才会一直否认 要不然罪行就会增加 对于石某背叛8年有期徒刑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五月的车引起热议的理由 这是在五月的YouTube频道播放的内容 我本来有两台车 一辆是保时捷 一辆是Morning Morning是含我的一辆国产小型车 但是从2013年开始 一直开的车 就是这台叫做Morning的车 因为感觉Morning开起来更舒服 但是我的这辆跟别的Morning不一样 我给它取了名字 叫做Good Morning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把保时捷给卖掉了 到现在一直开这辆车 我之前也是非常喜欢车 但是其他艺人应该也一样 我自己开车的机会并不多 顶多是宿舍周围收尔室内 所以开这个小型车 感觉更舒服 也产生了感情 就这样一直开到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Hanmo网友们的反应 Good Morning KuKu 呃娘好可爱 哇 这才是真的帅气 整个人都看起来不一样了 好帅 男人一般都对车有欲望 所以会逞强买很贵的车 是很容易就能买高级车的人 却开着与自己适合的便宜车 感觉又帅又可爱 没有一点偶像包袱太喜欢了 儿娘我爱你 哇 不过儿娘都不拢吗 保养得真好 真的 不过话说回来 有充分的能力 能买高级车的男人 能有这样的想法 真的是令人非常佩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曾经被韩国网友们称为是 男来都第一家 女来都第一家 就是第一的动图 这是GDI与宇杰森一起出演2015年武汉独选卡游街的动图 好怀念 所以总结一下这张照片就是 GDI生日快乐 安 是 是